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年 新的开始 第一次 踏进大学校园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第一次 和来自各地的伙伴 一同生活 紧张 而又满怀期许 第一次知道 原来校园可以和青山的环保 珍山珍水之间 点滴都是回忆 有的回忆是关于一条路 生活去到教学楼的那条路 不再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有的回忆是关于一张卡 时间磨掉了上面的照片 却留下了成熟而又坚定的脸庞 柳的回忆是关于一碗面 除了晨跑和点名 起床的动力 起床的动力 还有她 柳的回忆是关于一堂课 我们总是在快要结束的时候 才意识到时间过得那么快 四年 可以让曾经的互不相识 变得无话不谈 患难共度 四年 可以让你在一段感情中 学会包容 也学会成熟 四年 让你明白 离别 意味着新的征程 青春 不只是顺意 而轻狂 还有责任 与担当 崇德 尚用 求真 创新 也深深鸣客 我做了一辈子的连续 有好多 都无畏 成了老东西了 无论是一家作品 还是一个徽章 它只有柳子了 去给外面 这只用心 积极外面 谁能够 也得人 谁能下来 当这了 能为年轻生 做一点事情 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想多永远不掉 四年 可以让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梦想 有了被认真对待的可能 一无所有的年纪里 有着无所畏惧的勇气 四年 我们在大学的故事 即将结束 涌出眼泪的大学岁月 溢溢生辉的青春记忆 我们有过 不是大学里有你们 而是遇见了你们 才拥有了整个大学 谢谢 在我迷茫时 为我引路的老师 谢谢 在领考时 对我不离不弃的同学 谢谢 在我晚归时 为我流名适遥 谢谢 在逆境时 依旧向前的自己 谢谢 谢谢 我的大学 谢谢 我的青春 谢谢 我永远的这科